床褥歷年演變大全 承托港人美夢 各位觀眾 你昨晚睡得好不好呢? 不要以為這個問題很可憐 原來一個人在一生中 足足有三分一的時間 是用在睡眠上的 換句話說 你對著床褥分分鐘 比對著你的另一半 床褥在背後這麼默默支持你 你又對它了解多少呢? 高床軟枕 發覺好蒙就個個都想的了 不過早期的床褥就沒有這支歌仔唱了 想當年打工仔收工回到家 睡的只是足夕一張 後來才有用羽毛、馬毛、稻草 或者棉花做填充物的床褥出現 到了二十世紀 科技開始發展 彈工床、水床、充氣床都逐一誕生 雖然已經成為一代人的集體回憶 其實都見證著我們睡眠質素的改善 終於有較好睡的演變 到今時今日 對床褥的要求 又怎止有較好睡那麼簡單呢? 有多年服務港人經驗的 雅蘭床褥就深明這個道理 最近就研發出最新的 Air 360 行溫透氣床褥 它以智能行溫的物料製造 會因應人體溫度變化而調節 加上八千個透氣孔設計 就算天氣再潮濕 都包你有較好睡 配合天然雨膠、真空書油棉 連鎖蒸鋼彈弓和納米海綿 全方位360度為你打造 一年四季都睡得舒適、睡得好的理想 你都想睡得健康、睡得好 由即日起到4月4日期間 來沙田Homesquare 舉行的雅蘭床褥50周年慶典 回憶下多年來床褥的演變之餘 都選一張適合心水的床褥